每天吃三片这一个东西 95岁都能拥有40岁的心脏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好东西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大家好,我是黑生 关注黑生,健康不挂科 那生姜和醋啊 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食材 那其实呢 它们还是有比较高的营养价值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推荐一道 健皮开胃促进消化的食疗方 那就是醋泡浆 那首先呢 我们第一步啊 就是准备一些生姜 用清水 然后呢 加两克的这个食盐来浸泡 然后泡出生姜表面的一些脏的东西 然后呢 彻彻底底的把这个生姜洗干净 然后呢 再把这个生姜啊 带着皮切成一小块 不用去皮 皮的要用价值啊 也是比较高的 它呢 也有这种植藕的效果 不过呢 需要注意的是呢 就是说 我们要选择这种新鲜的姜 不要呢 出现这种外表啊 看到一些有点腐烂 有点坏掉的这种生姜 因为容易产生这种黄曲霉毒素 造成肝脏损害 那为什么要用生姜呢 那其实从中医角度讲了 生姜是胃腥 性微温的 龟肺 皮 胃筋 具有解表 散寒 温中止 化痰 止咳 以及解余 泄毒 等等 那临床呢 主要用于疯寒感冒了 胃寒呕吐了 寒痰 咳嗽 等等 那民间的更有这种东吃萝卜下吃江不老医生开药方的这些谚语 那然后呢 这个生姜呢 在现代药理学研究也有很多这种营养价值啊 比如说生姜还有这种挥发油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姜吸 具有保护胃粘膜细胞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生姜啊比较适合这种得了外感疯寒感冒的 脾胃虚寒的 想呕的 比如说手脚冰凉 吃冷的东西容易腐现 容易肚子脏肚子痛 胃口差的 甚至出现这种虚寒性的痛心的这些女性 那么生姜就非常的好 那如果是像夏天经常待在空调房里面的人 体质偏寒的人 那生姜啊也是非常合适的 经常能喝一口姜茶 马上就感觉全身都非常的暖和 所以它非常适合这种虚寒体质的人 那第二步呢 我们准备好生姜以后呢 我们呢再准备好足量的醋 足量的醋最好能泡过这个生姜就行了 那醋呢 它呢首先中意里面讲 它是胃酸肝性温入肝胃精 有散瘀啊止血啊解毒啊沙种等等功效 那生姜是发散的 这个醋呢它是往回收的 所以呢两个配在一起啊 能够让生姜的这种温的一个作用啊 发挥的更加的好 更能它有一个温中的一个作用 温力的一个作用 把它这种温的作用更好的慢慢的发挥出来 那第三步呢我们把这个切好的生姜 然后呢放在一个没有水分的一个锅里啊 生姜弄好以后呀切好以后呀把这个水分啊把它沥干晾干 这个容器呢也不能有水分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糖啊盐啊 然后呢再导入提前准备好的这种米醋或者橙醋都可以 然后呢没过我们的这个生姜 没过生姜 然后再盖上盖子密封好 搞结实密封好 放在冰箱里面或者阴凉的地方 那一个星期左右呢就可以吃了 那么到这里呢 这个非常美味好吃的爽口的醋泡浆就做好了 那醋泡浆特别适合刚刚讲体质虚寒的人群 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还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 古代呢就有孔子不测僵食的长寿经验 今天也有国一大师陆智正陆老 他每天吃三片醋泡浆 95岁的心脏 还有像40岁一样年轻 他们都是收益于这个醋泡浆的 所以呢如果是醋加上生姜啊 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奇妙 但是呢其实也有几点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做成以后啊 每天吃两到四片醋泡浆就可以了 吃多了容易导致这个胃热 容易上滚 像棚子里面不测僵食 后一句话就提醒大家不要多吃 那第二个呢这个醋泡浆啊 最好是早上吃更好 早上吃更好 这个阳气生发的会更加的好 让这个前肠的这个邪气啊 更容易被驱散 这个是生姜 早上吃它会更好 如果晚上吃的话 很经常会出现导致这个失眠的情况 那第三个啊就是不要空腹吃 那么这个粗暴将什么人群不合适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与风寒感冒相反的 那么就是风热感冒了 一个人出现这种发热霧寒 同时又口干啊 口干舌燥的小便又黄啊 又怕热等等 这种类型的人群就不合适 那第二个呢就是淫虚火旺的人群啊 蛇红胎少啊 五心烦热手脚心发热 潮热倒汗等等这种类型是不合适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口干口苦情绪暴躁 这种肝火旺 肝脏不好啊 肝气郁节 然后呢化火导致这个肝火旺 这一部分人群呢就不太建议吃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个生姜啊 加上醋以后变成醋泡浆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 以及本身生姜它有什么功效 还有醋它有什么功效 醋泡浆加在一起了 它又有什么样的功效 同时呢也跟大家讲这个醋泡浆怎么去吃 它的一个吃的一个注意的事项 还有就是什么类型的人群 不合适吃这个醋泡浆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健康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和医生看到以后 也会跟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学习 好的关注和医生健康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